麦哲伦和巴雷特水墙两人都是轮战多人 如果是从战斗的含金量来说 麦哲伦的这个战斗含金量要比巴雷特要高 巴雷特说白了 他在剧场版之中打一群超新星 里面就有一个陆飞当时是15亿的海贼 就这他在这个第一形态 还在陆飞变成大神人之后 不得不变成第二形态 才能继续跟陆飞打 他变成第三形态 那个全岛规模的情况之下 才由陆飞加上一众七五海 包括萨波 包括陆奇的暗中帮忙 由陆飞完成最后一击 然后打败了他 整个这里面最高战力就是萨波 萨波在其中还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巴雷特比较拿得出手的是 曾和年轻时曾和雷厉战品 但是这一点我其实也说过了 巴雷特是小孩 雷厉是不可能跟他全力一战的 那巴雷特比较有含金量的展现其实力的地方 其实还是在推进城 麦哲伦在释放六层监狱的这个罪犯的时候 看到了巴雷特 直接就说不要理那个人了 咱们走 就有点触巴雷特 这是能够反映其一定实力的 但是黑胡子加上那一群真跟巴雷特打 我觉得老黑肯定能拿下的 可能得付出残重的代价 那麦哲伦这边 老黑带着自己的团员 直接一上去打了个招呼 人家一招毒龙秒杀了 战气太猛了 而且巴雷特他是被关在推进城之中的 麦哲伦震得住这样的罪犯的 但是还有那句话 到了推进城之外 当场地变得更开阔 当麦哲伦失去主场的时候 尤其他要拉肚子的时候 这就比较尴尬了 巴雷特的整体身体素质 包括霸王色 要比麦哲伦要更强势 但是在推进城之中 麦哲伦是无敌的 绝对有纹压巴雷特